做秀的時候我必須要穿得比較涼快 因為老闆不是請我來當玉米啊 那誰不想穿得像公主一樣 可是老闆就不希望你是這樣 因為我們也沒出什麼唱片 也沒什麼作品 那當然就是靠青春的肉體 我幾乎大家都很喜歡他 只是我們是晚的 而且上面還有很多豬哥嘛 對不對 你看 還有余大哥啊 余大哥排下來 尼大哥 你身上還有什麼極致歌王張蒂 張飛這些 張奎這些 都大哥人啊 我們看 只能看而已啊 那到底有沒有給他獻殷勤 我就不知道 因為他做完秀之後 他自己都很神秘就離開了 但是他都不會遲到找退了 幾乎都是準時提早到 台上非常驚訝 那有時候台上我們訪問他 他也蠻配合的 可是也不能太欺負他 有時候我們吃到多不吃太兇 底下觀眾有反彈 欸 不能吃頭髮 不要太欺負他啊 你知道嗎 他們也會以為是真的 在秀場求生 沒有三兩三是難以立足的 這個階段的陳美鳳 不做純情少女打扮 實際的個性也是大方 外向 能抗壓 尤其酒量特別好 有一個朋友很喜歡美鳳 就想追他 秀場結束去吃宵夜 他就跟我去吃宵夜 那那個人就說 我那時候是夏天嘛 大家喝點啤酒 結果呢 那個人以為是 可以把美鳳灌醉 看有沒有什麼機會 趁忙的時候看有沒有機會 結果喝了一打之後 那個美鳳突然說 欸 我們不要喝啤酒了好不好 那那個人就問他說 那你想喝什麼 我們歡迎高粱喝好不好 結果啊 他們不能說不好啊 結果那天晚上喝了高粱之後 第二天那個人就沒有再出現了 台上外形也厭 台下的陳美鳳 其實樸實也肯打拼 他在台上跟台下 會給人家判若了人 我在後台我就常常看他 就買一個很漂亮的那個 有雷絲的 他會自己在那邊訂亮片 每一檔都工作 幾個萬塊划不來 因為我那時候全賺得很少 所以很多衣服我都自己做 那段時間就是拼命塑秀 拼命趕草 有人一樓口 他就這樣 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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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夠啊 夠啊 就把主持人說夠啊 夠啊 夠啊 這樣喔 然後呢 我們就拉彈 拉彈 這樣起來 就要軟腳了 那時候沒有時間吃飯 因為關上一間我一間 我們也怕吃太飽了 那時候都要穿比較涼快 不可以小腹圍圖 所以都沒什麼敢吃 都吃一瓶子吃十瓶子 一個便當都分期付款 這樣慢慢吃 就腰背兩瓶子 背兩瓶子 就自己回去 腰這樣呢 還沒卸妝呢 還漂亮這樣喔 便當拿起來 好 臉肌肌 奇怪 不可以下來是燒的 秀場闖蕩多年 扎實的磨練 奠定陳美鳳主持 戲劇 歌曲 全方位發展的實力 但銀光目前重要的戲份 當家花旦 始終輪不到他 陳美鳳早期的演藝之路 格外艱辛 一直到一次姻緣際會 在他收起性感光芒之後 意外的出現轉機 陳美鳳早期被定位為 穿比基尼跳熱舞的性感女星 她是在放棄美貌外表 演出台灣堅強母親形象的老戲之後 轉型成功 從此要聚八點檔連續劇的一姐 而且主持節目出唱片 成為真正被大眾肯定的女藝人 其實不論是性感路線 或者是老人戲 可能都無法真實地反映陳美鳳 因為銀光幕後的她 願意購買價值數萬元的名牌包 但也願意親手縫紉衣服 節省不假他人之手 她有隨身助力 有幫手 卻經常蹲下來自己擦地板洗衣服 擁有生養兩對父母 陳美鳳的孝道在圈內是有名的 繼續我們來認識走紅階段的陳美鳳 秀場的歷練漸漸有了名氣 陳美鳳又有機會回到電視圈 拿起主持棒 跟著旅遊節目到處走透透 甚至進軍綜藝節目 討厭自己的即席反應 這個時期陳美鳳在舞台上 經常穿著熱褲短裙 觀眾只注意到她亮麗的外型 活酷的表演 直到三十歲那年 陳美鳳終於要上八點檔連續劇 但令人訝異的是 製作人徐靖良竟然要陳美鳳 煩老演出媽媽的角色 徐靖良先生算也是很大膽 給我一個機會去演八點檔 那對一個電視台來講 他們比較不能認同 為什麼要找一個秀場的 一個唱開場一個動感的女藝人 來演一個悲情的 比較辛苦的那種穿動女性的媽媽 瓦解各界不看好的預期 陳美鳳將為孩子 為家庭奮鬥犧牲的堅強母親 演得思思入口 打動人心 觀眾反應熱烈 陳美鳳逐漸成為台灣堅強母親的代言人 黃沂 gratuit 滴滴滴滴滴滴 真是 洪沐 韓沐 resurrected 黃沂 TV 要來拍這個比較老的角色 有的人說 你拍這樣怎麼會對 我說怎麼會不對 這是我的機會 人家給我們機會 我們哪有一個人說 哪有一個人選對 我要什麼角色 肯不肯犧牲最重要 因為有些人在演這個角色的時候 他一定要化妝 不化妝他不接 那你就沒有辦法配合這個劇情 那美鳳在演這個媽媽 他一個鄉下很純樸的一個媽媽 他完全不化妝 就把頭髮這樣綁起來一個包包頭 我覺得說 哇 怎麼可能是他呢 這就是你願意為戲裡去犧牲 時機到來 陳美鳳終於向演藝事業的巔峰滿進 再加上90年代 台語劇 台語歌復興 台語流利的陳美鳳 發揮空間更寬廣 唱片公司陸續找他出唱片 唱紅了好幾套歌 快智人口 唱紅了好幾套歌 唱歌 我心歌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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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唱歌 來看imo 我們是不 Shy conservative 是不選都安安 有著想去 我們還是聽到這個無心的男 我們也是聽到這個無心的男 看上陈美鳳的清合律 原本不会做菜的陈美鳳 受邀穿上围裙 主持美食节目 让一堆名厨叠破眼镜 因为破破器材拿来的时候 不像在冰 像在冰相冰 对吧 你去那里像这样 但她亲切 逗趣的主持风格 更贴近观众需求 掳获了婆婆妈妈的心